右边趴在篮子里的熊猫宝宝 眼巴巴看着奶爸抱着其他的熊猫宝宝 一脸的羡慕 就像是一个人过七夕节的你 这个小家伙不忍心去看这让人酸酸的一幕 但是他心底里又忍不住偷偷地扭着头去看 让人又心疼又好笑 如果我有错 请让法律制裁我 而不是这样来折磨我 虽然小家伙强装作漫不经心 但眼神却总离不开那个让人酸溜溜的一幕 隔着屏幕我都闻到了醋坛子被打翻的味道 说起吃醋 熊猫宝宝排第二 可能就没人敢排第一了 生来就恨不得读得奶爸奶妈的恩宠 如果奶爸奶妈妄想雨入均沾 那醋坛子打翻的速度比穿剧翻脸都还要快 就比如这个奶妈抱起了一只熊猫宝宝 这让另外一只熊猫宝宝立马就失控了 两只手托着奶妈的大腿死活都不松手 别人说一个人力气大 都是用吃奶的劲来形容 而这个小家伙的力气大 用的却是一股子的促进 最后搞得奶妈也不得不妥协 可爱国宝宝校姐说 每天更新 关注一下 今后你就是有熊猫的人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